这位球队的前中场球员在周四欧罗巴比赛,前队来自卢森堡的对手保持谨慎,加图所坚称AC米兰队不会轻视杜德朗日队。 他们准备迎战这支卢森堡的小球队,以开启欧罗巴联赛的征程,杜德朗日的将成为首支在欧罗巴联赛出场的卢森堡球队。 他们将于周四在主场迎战意大利豪门AC米兰队,俱乐部的球场只能容纳不到一万名球迷,在德国主帅托弗罗勒的带领下,杜德朗日继续他们的欧战之旅。 然而,加图所没有提估接连战胜华沙莱吉亚队和克鲁日队,进入小组赛阶段的杜德朗日队。 加图所在赛前说,他们战胜了华沙莱吉亚队和克鲁日队,理应进入小组赛。 在纸面上,我们确实是实力更强的一方,但比赛是从0比0开始的,他们的阵型是4-4-2,有些球员可能会给我们带来麻烦。 他们是一支稳健的球队,教练准备很充分,不可能会变成可能。 我们知道面对的是什么对手,我们很尊重他们,并希望球队最好可以赢球。 我们已经习惯在更大的球场踢球,但这并不意味着再较小的球场踢球就没有吸引力。 AC米兰队是一支荣耀满满的俱乐部,我们知道在与杜德朗日队的比赛中,要忘记这一切。 我们必须做好准备,尊重对手。 这是心态问题,以及对胜利的渴望。 AC米兰队在一下联赛与塔利亚比队的平局令人感到失望,将在这次欧罗巴联赛特场之旅做出一些人员扫折。 雷娜将会取代一号门将多纳尼玛的位置。 库特罗内因伤会留在米兰。 加图所说,雷娜会上场,她为球队贡献很多,不仅仅是在足球方面,她给球队带来了领导力和魅力。 我们知道不能在一场比赛给任何对手20至30分钟的机会,我们必须自始至终都集中精力。 由于库特罗内的缺席,以光阴间会领先球队的风险。 后者在上周打开了在AC米兰队的进球账户,加图所补充说道,以光阴是一个伟大的赢家,每天都带着热情训练,所有前锋都是进球如命。 他打破了进球皇,而他明天还有另一个90分钟,来收获更多进球。